在醫學上來講變性手術 我們在醫學上來講變性手術 叫Sexual Reassignment Surgery 性別的重置手術 有一小群病人 他們從天生生下來之後 他們在有性別認知的時候就發現說 他們的性別跟他們天生自然的性別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叫做性別認知的問題 那現在精神科學是把他診斷叫做性別不安 Gender Dysphoria 其中有一部分病人 他極想要把自己的性別改掉 所以就必須要接外科手術的方式 把他的外生殖器 就包括像陰莖、睾丸 把他宰除掉 那同時要重建女生的外生殖器官 像是陰核、小陰唇、大陰唇、陰道這些器官 是嚴格上講起來的變性手術 就是所謂的性別重置手術 除了這個生殖器官的手術 像一個男生沒有一個女生的這樣的胸部 那所以這些人還會再做一些像是熔乳的一些手術 或是像喉結 男生的喉結要把它去掉 那看起來女生看起來是沒有喉結的 這個也是屬於變性手術的一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說 男生的女生跟女生 他們在容貌上面他們是不一樣的 這個臉看起來很男性化 那他如果他是想要變成女生 他就必須要從額頭、從顴骨、從下額骨 或是鼻子、眼皮或是這個所謂的蘋果肌 這些要去把它雕塑成一個女生的一個外貌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臉部的變性手術 在醫學上是講的是女性的柔化手術 大致上變性手術是包括這些範圍的 那是女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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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